我們來看一下封存課程 如果這個六零級畢業了 那怎麼辦呢 點到這裡來 假設是五年五班畢業點這個齒輪的地方 老師就麻煩你點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修改班級的這個 連接學生、家長 那這個是合作的老師 我們可以兩三個班共同進這個 兩三個老師共同進這個班 那這個封存在這裡 課程結束了點這裡 然後大家問你是不是要封存嗎 確定 封存去哪裡 就會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從這裡再把它叫回來 那再看一次 五年四班課程結束了 六年級畢業了 可是我資料不一定要刪掉 這裡它從頭到尾都沒有容量限制 所以就點那個封存課程 那封存課程要看不方便 我再把它叫回來 五年四班再開起來 就在這裡 點進來又可以看到 裡面所有的一些教學訊息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點回首頁來 這裡 六班 那看一下吧 左上角這裡有12位學生在裡面 那有一個家長也在參與 我們再回去 那這五年四班呢 這14個學生 家長都沒有這個數量 因為工作太忙了 都不太管 都很信任老師 老師怎麼教都好 這裡 那封存課程就是這個 所以才不會讓你的畫面 以後越來越花 可以一直建新的班級 這個 來老師也試一下封存課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